- 麻煩你幫我記錄一下囉 - 麻煩你幫我記錄一下囉 謝謝你們來喔 - 我們動作快一點 那個時光旅遊局一直催我 我要回去 我把這財也布置完 我就得走了 OK 來吧 總統啊 既然我是從2024年來的喔 所以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讓你不要一直那麼擔心 只要你這樣擔心下去喔 我們調頭髮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首先呢 會覺得生產的狀況非常OK 都很順利 雖然比預產期早了幾天喔 可是妹妹非常健康 直到這邊 當年我取消個產的原因 在慧君開始懷孕之後呢 我就在思考 一直這樣撲哈哈的做藝術創作 到底能不能給我的小孩 跟未來 一個很穩定的生活 答案當然是不行啦 所以我就取消了個展 來吧 取消了個展以後呢 我就開始思考 我要怎麼賺錢 那 這個念頭開始發生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跟創作這件事情 就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增長 OK 有東西我要讓你看一下 這是 妹妹五歲時候的勞作作 還不錯吧 應該還不錯吧 一個五歲的小孩做這樣的東西 算是蠻好看的齁 非常有天分 完全是基因啊 遺傳的 我轉眼之間呢 妹妹就小學六年級了 聽說她最近還有一個暗戀的對象 每次跟她聊這個問題 她就嫌我很囉嗦 不過沒關係 過幾天有一個學校的家長會 我會去看一下 那個小子到底配不配得上我們家妹妹 好 對 我必須告訴大家齁 那個大家所期待的事件末日並沒有發生啊 所以還是乖乖地去工作不用想太多 然後在我開始想賺錢之後其實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過了沒幾年我就成立一個設計公司 對 中文就是你現在在搞那個個人工作室 來 麻煩 這邊不用打 一定是空號 12年後再打 保留一下保留到12年後多多幫我照顧宣傳一下 謝謝 謝謝 設計公司還不錯啊 不算很多 可是 所有在做的東西跟藝術創作好像就沒有太大的關聯 本來一開始我還在想說 做一個設計公司可以賺錢 然後我還可以完成我的 創作這個夢想 可是一直做一直做你就發現 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客戶想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 那為了賺錢呢 你必須 完成客戶所有的要求 那這12年的過程中呢 客戶並沒有比較好搞 越來越難搞 那因為我很會應付客戶 所以 接了很多大案子 賺很多錢 今天我還帶一個非常有趣的作品 我相信這個作品應該 讓大家很多觀念會改變 每一次在做 接案子做設計的時候 我都在想 我應該可以把自己一些想完成的東西 在這個設計的case裡面 發揮一點自己創作的想法 可是一次一次呢 你發現你所有創作完的作品 設計作品 到最後 都是那些不懂設計 不懂創作的人的意見 他們都覺得很棒 只有我一個覺得不太好 但是 他讓我賺很多錢 這個就是我一個 案子裡面的一個作品 當我成立設計公司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跟藝術創作這件事情 直接畫下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界線 所有的設計的案子 他只能 按時間完成 然後拿錢 跟藝術創作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New Change 這就是我的作品 你們可能覺得很爛 或怎麼樣 可是他讓我賺很多錢 然後在這案子裡面呢 有一些相關的東西喔 這張明信片 這也是我設計的 可是有人看會覺得很面熟齁 好像在哪裡看過這個地方 沒錯 他就是墾丁的河山廠 在2024年呢 墾丁河山廠變成一個 活力的海水浴場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今年是2012年吧 六年之後 六年之後科學家會發現一種 可以抵抗輻射線的基因 所以每個人只要注射那樣的 預防針 穿上簡單的防輻射的衣服 輻射線就像紫外線一樣 一點都不可怕 之後很多年呢 開始全世界掀起了一股 觀光的核能電廠的熱潮 台灣當然不會放棄這個觀光大餅 所以四座核能電廠 陸陸續續開始轉型做建設 不過在這過程中呢 接很多很賺錢的case 那這麼多年來呢 做case最好賺就是政府的case 像這個河山廠 他是利用核熱能 然後把這個海水浴場 變成全世界第一座的 常溫海水浴場 就是說不管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呢 你都可以享受到沙灘海水 比基尼 對 比基尼 我跟你看個作品喔 我接這案子之後呢 就找了一個國際重量級的藝術家 參與這個河山海水浴場的限量商品設計 然後他設計這個超級熱賣的商品 沙灘海水 比基尼 青春熱情 水索 這設計者是誰你知道嗎 光光 你的好朋友 2020好像在吵架是不是 還是 還是已經和好了 我不太記得 不過 不管怎麼樣啦 趕快跟他和好吧 他現在可是國際級的藝術家 然後人現在在英國做他的巡迴展覽 我離開藝術圈很多年了 然後非常多的朋友慢慢也都找到自己的定位 也因為這些好朋友的關係呢 我接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大案子 有某位朋友喔 他 他不太希望我講他的名字 可是也不重要了啦 這個朋友呢 他現在是國美館的館長 委託我設計一個國美獎的獎牌 有趣的是啊 國美獎現在變成拳王腰帶制 什麼叫拳王腰帶制呢 就是 這個獎牌 這個獎牌 只有一個 然後每一年選出一個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之後呢 就把這個獎牌讓他保管一年 我從來沒想過喔 藝術圈會變得像拳王爭霸戰一樣 每個人你一拳我一拳的 打到最後沒倒下那個 就變成Champion 哼 非常有趣啊 我很喜歡這種 拚人氣的獎項 我愛死了會來這藝術圈的狀況 拳王腰帶獎牌 Champion 你知道第一屆得獎的是誰嗎 應該也不太敢相信喔 也是你的好朋友阿牛 我記得我們以前跟光光跟阿牛 我們是最好的夥伴 最要好的朋友 我們一起革命 一起打拼 一起創作 一起喝酒 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聊所有的事情 可是有了拳王腰帶之後 什麼朋友阿 夥伴阿 革命阿 全部都是假的 阿牛在上台領獎的那一天 我彷彿可以看到他手上沾滿所有人的血 超屌的 現在台南美術館準備展出他的個戰 每一個人都發光發亮 每一個人都發光發亮 而你呢 應該說而我呢 我目前唯一有在持續創作的 或者應該講我持續有的習慣 有些習慣喔 即便你覺得他不好 或覺得很奇怪 可是這一輩子你大概也改不了 你在想事情的時候 在創作的時候 你就開始會 你應該 戳你身上這些髒東西 然後把所有戳出來的這些髒髒的東西 一小頭一小頭的黏在一起 把它戳成一坨 從2012年 只有拳頭那麼大一個大小 然後我遇到2024年 變得那麼大一坨 你的作品 黑猩猩 哼 在把身上這些髒東西戳掉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把自己戳得越來越乾淨 還是越戳越覺得矛盾 2012年你 很衝動的 取消了個展 然後2024年 我很衝動的 跑回來幫你把個展完成 我不太知道我現在回去之後 在2024年 還會不會是那個很有錢的 設計公司老闆 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 在2012年你取消那一次個展之後 我就一直覺得 我的心裡好像有一個什麼 缺憾或者 空洞的感覺 像一種心裡的殘障 我總覺得好像有什麼事情要做 可是 說不上來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回來了 幫你把這個個展完成 OK 所以 我時間不多 我也先走了 中文 注意看 注意看好喔 我看電話碼太清楚了喔 簽下去不要懷疑 未來 無憂無慮的創作生活 就在這裡 記得 一定要簽下去 謝謝大家來參觀 二零一二江中文的個展 我是二零二四的江中文 謝謝大家來參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